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鲍鱼啊 不要一开了就是煮啊 把这个撕掉它 什么品牌都可以 懒人版的话最好你是买红烧 红烧的是最好吃 几多个头都不要紧啦 这种是清汤的 清汤的也是一样要用这一个方块煮 哈 罐头放去水里面 洞里面 然后水 加到它满为止 加到要盖锅 盖锅就一个 其实你放它这样子碎也是可以的嘛 也是可以的嘛 是吧 嗯 嗯 放碎住 嗯 放碎住 红烧的话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等一下 爆炸哈 阿姨刚刚讲 爆炸你就死了 来 放到盖锅盖哈 开始算起 阿姨一想到爆炸哦 就想到一首广东歌 姐 慢 姐 慢 您都爆炸 有一首歌 以前每天听到人家哼的 ok 不要讲啦 来 放下去 等它水开始滚 中小火 焖它半个小时多 中小火 现在还没有滚 一定要放一个水 一定要放 因为它帮你焖在里面 然后如果你打开 一些人呢 打开了就煮在窝里面嘛 汤汁 没有这么香 减少了 然后肉会硬 这个就好像你在煮 以用那个焖砂锅 叫Pressure 气压包这样 它的汤汁不会流失 而且它的肉会很软又弹牙 那它更香 更香 它香味会不会走掉 对啦 嗯哥今天心情很好 会讲话 哈 这样子又快 节省了时间 因为鲍鱼本身是没有味道 它很腥的 所以鬼老的不要吃 它都奇怪 咔咔咔 哈 你们这么喜欢吃鲍鱼 这么贵 卖到鬼老不要吃 所以鲍鱼本身没有味的 你钱 钱不要靠那个高汤 给它吸收 它们用老母鸡熬啦 什么 哎呀 好晒洗干了 好麻烦的 这头卖滚头的 红锈 哈 红烧的 而且今年的鲍鱼很便宜哦 行情不好哦 鲍鱼很便宜哦 以前贵到半死了 阿姨买红烧的啦 L size 你一定会问阿姨如果我买小汁呢 没有关系 时间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在里面它的汤汁不会流失的 这个就是好像用气压包的关系的原理这样 你一定会讲爆炸 不会 因为我们买这个罐头它们是真空的 它们已经用高压来煮过了 它们的高压是400度到500度 我们这样子煮才100度而已 所以没有事的 哈 记得不要用火来 不要用火直接煮就不可以 这样子OK 等它水滚 阿姨是因为家庭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就用45分钟了 OK 到底是我们刚才讲半个小时 啊半个小时45分都OK了 记得不是 还半个小时咯 以后会这样子忘记45分钟 没有关系的哈 你要一个小时都没有关系的 记住 中小火水滚 开始算起 OK 鸡肉一定要腌啊 来 阿姨教你们怎样腌 放一点点的盐 半茶匙的盐 胡椒粉 不要紧的啦 没有关系的啦 你就买这样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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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就得了 唉唉 不再说给多的啦 百块啦 小 阿姨要讲喔 小要放多少 哎呦 我用1Tablespoon啊 1Tablespoon啊 其实不用多了的 因为那个红烧红烧鲍鱼 那个罐头它有它的字了啦 嗯 给它上色 然后黑酱油 有 黑酱油给它上色一点点啊 阿姨用这个Tablespoon来的啊 四分之三 不敢一下子用太多啊 等一下怕它 太黑了 哦鲁鲁鲁啊 哎 先擦了点 等一下怕看到它太黑 啊 给它这样上色 OK咯 OK 可以啊 用完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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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水骨了吼 Auntie要关它中小火 给它慢慢闷 OK 就让它这样慢慢闷 半个钟45分 一个小时都可以 Uncle煮 你每次煮是半个小时哈 我半个小时啊 我们跟配Uncle啦 等下我Auntie煮到有一点点不对味道啊 他讲 你其实不要听我的话咯 我都讲半个小时就够了嘛 你就是厉害咯 要一个小时咯 太软了咯 等下他这样骂我 如果等下煮出问题 我讲 是你的 你叫我 嘿嘿嘿嘿 这种机会 酸Uncle这个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酸它 他不能够打我 因为他抓住Canver的 Uncle不能够一心二用的 哈哈哈 哎呀呀 出来啦 蚝油 OK 1TB 好了啦 1TB的蚝油 招心酒要放多少你 一汤水 全部一汤匙啊 不够不要紧的 招心酒 等下吃的时候你可以再加的 然后麻油等一下啊 麻油不可以先放 等下要跟它包上去 一层油跟它 我就 Uncle煮的东西很多料的 因为Uncle很重口味的 口味的啊 这一道菜 是哦 整天物质香香 你知道像什么味道吗 鸡爆盖的味道 那天我媳妇吃的时候想 怎么这个味道很熟的一直讲 你知道吗 然后我讲是什么味道 然后我就讲 一直想不起 后来给他想到 他讲 哎呦 极爆盖的味道 我讲 哦 是吼 都忘记了 原来像极爆盖的味道 OK 麻油 不可以了 要凉给你们看 麻油要几多老板 一茶匙半茶匙而已 这么够力啊 半茶匙 一茶匙啦 一茶匙 这个是一茶匙啊 一半啊 嗯 好咯 麻油放上去哦 放薯粉 揉住它 薯粉啊 现在阿姨放的是 现在是一茶匙我放了 大概是一茶匙这样啦 啊 这样啊 一茶匙可以了 哎呀 啊嘎啊嘎啦 差那一点点 OK的啦 没有关系啦 很香 是很好吃的 好了咯 就这样 嗯 可以咯 捏它 半个小时 当这个好了的时候 这个也跟着好 阿姨跟你们讲 不要这样子放咯 拿保鲜纸 盖住 放去鞋柜里面 冷藏 不是冷冻吗 看 包一个 保鲜纸下去 或者你们早上买了 晚上煮也是可以 你买了回来 你洗干净了 啊 麻干身了 然后你就捏 然后你就放在鞋柜里面 盘完你煮也是可以的 但是最少都要半个小时啦 啊 OK 放去鞋柜了 哈喽 你看伯父哦 又做一颗这样的东西哦 放去鞋柜里面冷藏 半个小时了 拿出来啊 看 水都烧哦 嗯 冲冷水 给 烧水倒掉它哈 放冷水 可以烧到开来 可以烧到开来 好 是哦 它会碰吗 膨胀吗 啊 冲冷水给它冷 好烧哦 好烧哦 好 就这样了 给它冲到它冷尾子啊 等住它了 不要里了 所以阿姨带你们去看 怎么样弄那个鸡肉啊 来 热锅冷油 油锅里倒 哈哈哈 要使用那个厚格 蛮多油一下的啊 阿姨不是拿来炸 拿来煎一煎而已啊 然后这个葱 等一下是要垫底的 啊 蒜米 拿来爆香 跟这个姜 这个是拿来点缀的啦 阿姨我切到很多 不用钱这样 男人做东西就是这样嘛 我这样子塞你 我这样加你哦 不了解的人哦 觉得你很可怜 哈哈哈 Pity to you 哎 好了 吃了啦 来 这样 哎 阿姨没有跟你们讲哦 这个蒜米五六粒都可以的啊 Uncle是放三粒 不知道说到鬼放了很少 姜片咧 这不大片 四片 其实这个五粒比较好了 太少了三粒 然后煎的时候记住 皮先下 因为皮有油嘛 这个不要注意哦 也是精华 肯定每天怎么鬼皮有精华 姜放在这边哦 煎一煎哦 让你太少 让你多一点很香的 如果你们有不渣窝 用不渣窝也是ok的 不用那么多油哦 煎一煎 叔叔刚才蒜米三粒 不够完就加多一点 因为有一些人喜欢吃蒜米的哦 拿来咬哦 可以哦 就是饿了吗 就这样不了了 煎一煎而已哦 ok 放火 不用五分钟 来 拿来垫底啊 看 还有的就是那个姜 也放在下面 全部拿来垫底啊 嗯 全部拿来垫底哦 蒜米的要倒下去就可以了 嗯 哇 这样都炸到金金黄色哦 不是炸煎而已啊 哦呦 你看 这样子吃得很好吃耶 你看 吃出来现在不熟了哦 不熟了 嗯 不熟了 很美哦你看 呦 真的很美 你看它背面都美了你看 这样煎了大概是两分钟 嗯 嗯 只是让它的颜色漂亮而已 好 咧 这样子放 ok 蒜米 要不丢一丢下去 油不要啊 放一点啊 不要好吃 中口味 ok 大概一两 3厘米的 好嘞 来 刚才的那个鸡啊 放在牙包里面了 鸡腿 然后这个碗里面不是有一点点剩下的那个汁 是不是 Auntie加150ml的水 然后大概这样啊 淋上去那个鸡 给它有一点滋 啊 150 ok 然后这个罐头啊 Auntie一买到这个罐头呢 刚刚好是可以这样自动开的 一些是要用液器来去开的话 你们先把它弄成一个洞了先啊 就把那个液器 一开一个洞给它气出来先 它会 或者会喷一点点 然后等一下等完它的气出来 如果是这一个的话呢 OK 不会啊 冷完了就OK了 然后汁要倒完 汁不要倒呢 倒完 汁也放下去啊 嗯 我怕会太多吗 不要先啊 等一下先啊 等一下 嗯 来 你看啊 罐头鲍鱼四个而已 Uncle买这一个 因为每一个我们都不知道有油力的 所以人家送不知道呢 然后 你看汁还有蛮多 所以Auntie趕快放在这个盆这边 还用完它都无所谓的啦 其实Auntie多汁怎么样了嘛 拿来炒面 做干捞面 那倒完还是不倒完 倒完 倒完 倒完它啦 就这样子焖 20分钟 不要太久 不要太久 等一下那个肉太暖了 啊 20分钟 小火 嗯 小火焖 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我给它18分钟先啊 20分钟啊 20啊 OK啦 Auntie火葱哦 每天就是安嘎安嘎咯 开一下看一下咯 20分钟 OK 我们等它熟啊 OK 就收拾抽烧 哇 还有冰糖 冰糖等下好的时候才放 要现在放 现在放就有加点的味 每天都忘记了 因为这道菜是你一煮的嘛 每天 我是不管的了 头尾我都不管 大概三个 不能够讲几多粒哦 因为这一个的大小力不懂 哎呀不是我就是阿嘎阿嘎丢下去就算了吧 这样OK吗 13 够啊 OK啦太多甜了 Uncle很喜欢中口味 13到15 OK 20分钟 等等啊 OK 20分钟了啊 Auntie开盖给你们看啊 哦 你看汁没有少哦 压包 熟了啦 嗯 很美了啦 鲍鱼也是 那个 细了那个汁 你看看 然后关火啊 让它在里面再焖一个10分钟 来 大家吃饭啊 吃饭大家吃饭 吃饭吃饭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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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的啦 你看到我吃了你以后啊 哎呀原来鲍鱼这么容易吃 其实因为是这个 鲍鱼 帮鲍鱼 你看到你拿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吃饭吃饭 腍腍的 用鲍鱼的 你一开就煮 对啊一开就煮 所以很多人这么开 不可以这么说 很多人知道的 我是做什么 我刚才做工的 这一开就煮了 一只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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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煮一锅水 放进去 再煮一锅 一会儿叫我看火 我说很生气啊 大老公不吃鲍鱼 像你儿子说 嗯 嗯 鲍鱼 鲍鱼 都不知有什么好事 像鱼鱼 好像吃酥脚啊 我看到我说 要鱼鲍鱼 我们就煮鲍鱼 海南人说 鲍鱼鱼 鲍鱼 鲍鱼 没什么鱼鱼 幸好你还记得 这么忙了 海南人很喜欢 鲍鱼鱼 因为大毛真笨 你说鲍鱼 你先说鲍鱼鱼 海南人 鲍鱼鱼 到现在他们都很喜欢 用的 是啊是啊 我听过人说 你看我出了视频 要有一个新口味 应该这么容易的东西 很软 很软 很好吃 我怕它太大个了 这个要选 有讲要什么 干统鱼鱼 还是什么鱼鱼 没有啊 我就买普通鱼 而且你要找干统鱼鱼 也不容易找 鱼鱼 单单鱼鱼 很难找 看看鱼鱼 很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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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不会 所以你们煮的时候 记住 20分钟是够了 然后20分钟我煮了 是不是 我就没力气 都用来吃 你师傅煮了 有吃过 有 有 等师傅吃了 有得停止有得吃 就是因为我会装鸡 你们都可以吃吗 有师傅吃 因为我小孩 是不是给客人 那些鱼鱼都放的很贵 没有 一会儿就自己有煮 我自己 过年过季 一会儿就有啦 但我吃鱼鱼 给就够了 那廢师傅 有没有十几年后 不知道 不知道 十几岁而已 我现在十七十八岁了 你那时候 那时候对我 我还是黄楼丫头 17了 18 那时候已经17 18岁了 有三、四十年咯 嗯 但是过后,我很少吃鲍鱼 你知道过年啊 送来送去有鲍鱼 嗯 鸡鸡 鸡鸡鸡 真的很好吃 你可以放多一点 所以我们放很多 嗯 赶紧再加,赶紧再加 赶紧再加一点 因为没有加辣椒一点 不用了,很好吃 吃的时候可以再加一点 加一大匙 是否要那么硬哦 你煮的那么软哦 因为罐头是没有滚来来的 因为已经熟了 所以你的儿子说我不好吃 因为干什么呢? 因为鲍鱼没有味道的嘛 鲍鱼是要熟那些烤烫 所以他们会煮老鸡 放鸡骨 放火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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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要再讲了 谢谢大家 你们试试看 刚刚好 我煮了 我叫Mary过来吃饭 旁晚 我是下午煮的啦 反正两个人是 叫Mary和她丈夫 Mr Deal过来一起吃饭 我们有口吃 哈哈哈 我也是啊 你来帮我煮菜我就很心浪了 哈哈哈 OK啦 拜拜啊 我们吃饭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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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